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我們在一個全新的玄學節目 星Sir 逆學情願 在螢幕見到我們的主角 星Sir 大家好 我是星Sir 黃偉星師傅 星Sir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身在玄學做了二十多年 現在有很多客戶 學生 徒弟 我們也希望由這個節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較實用的玄學 玄學的小知識 特別在人生之中 我們經常會有一個情字 為情而煩惱 我也希望可以藉著這個 星Sir的節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十分之很開心的 就是有這個節目 我希望將來可以跟星Sir 合作到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會不會有些愛情信箱 有些人有些什麼煩惱 不妨可以到時請教星Sir 我絕對可以 好了 既然是我們第一集的時候 當然不會有觀眾來信 不妨我試試拿一個題目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一些娛樂圈的愛情事件 在我們今天的錄影時間 就是4月25日的時間 前幾天 上個星期左右 就是娛樂圈 有一位男藝人 其實也有很多人認識的 例如之前他在某個大台 做一些奸人或者江湖大哥的角色 他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他認識 他就是以前EO2的彭迪安 但是他現在就改了名叫彭懷安 沒錯 其實例如彭迪安 大家都了解就是 以前有一個拍得很久拖的 都是女藝人的女朋友 但是之後就分手了 其實我真的很想請教師傅 究竟 這個是不是哲學性問題呢 究竟是他改了名叫彭懷安 所以他結得成婚 還是命中注定 他由彭迪安 要變成彭懷安 就是去成就這段婚姻 還是他有某些高人 給他一些意見 他不好 你結婚前 你真的想一想 你不如改了名才好結 如果不是很危險 師傅你怎樣看 首先我們要知道 每一個人一出生 每一個人都會有名 就算動物都會有名 叫豬 也會有名 原來名字 代表這個人的能量 當然 他一出生 他自己受先天的八字影響 一定有一個年月日時 是吧 不同的日子時間 就會衍生他的八字 某一方面的五行有強弱數 也會看到他自己的婚姻狀況 這就是他先天的因素 我們經常說 先天因素 有一些可能是比重一邊高一點一邊低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八字學理上方面裡面有五行 五行有木、火、土、金、水 好了 如果他比重在某一方面來說 偏多 現在偏少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失平衡 原來改名是人一生之中 一定會有的 他就是會把他本身的五行 讓他們拉回平衡 取與平衡作用 他人生之中就會得到順美 原來在改名是 裡面會牽涉到 看到他自己本身的夫妻感情 六親的緣分 甚至是他的子女緣 他的晚運 甚至是他自己有沒有生命危險 其實都會跟他自己本身的名 會有相結合的 當然如果我的命 可能假設偏重於某一種五行 假設是土 好像你剛才說 陳迪安他本身的五行偏重於土方面來說 如果他再改一個名字 可能火土比較重 他就叫做再多了 一個高一個低 我們就叫做失衡 五行就叫做反常 我們簡稱叫做物極必反 好的 阿昇Sir 其實在我們這個事例 彭迪安這個事例來說 其實我作為一個 假設我是一個女士 這樣才算 OK 其實怎樣選到一個 結得成婚的男朋友 在玄學上面來說 有什麼提示 首先 每一個女性 選擇自己的配偶 當然希望 第一個特質就是 她能否保護到你 沒有安全感 這個男性 有沒有淡大 她說的話 是否實在 膚顯你 還是很欣賞你 很認受你 當然 你在憑她日常生活當中 你是會感受得到 我相信 不用一定算命 你都可能看到 這個人是否說謊 或者說過不算數 這些你便會容易 在婚姻上 會打了一些折扣 好的 我想請教一下 例如彭淮安 或者前名叫彭迪安 師傅 你說的姓名學這麼重要 是 其實她有什麼玄機 或者她是否有些東西 當然是差一點點呢 之前 首先 我們看看 她的原名叫彭迪安 我把她的命本 再看看她本身的全名 原來她發覺 整個八字 是 土是比較偏重 而且她的土是比較乾真真 凡是土 原來需要什麼 濕潤 不論是硬土 軟土 她都是一些濕潤 原來整個八字方面 她最缺就是水 在她命格當中 原來水 就是她本身 是跟夫妻有關係 如果她水弱 所以她的八字結構 就會影響在婚姻感情上 會出現問題 甚至可能 拍了很長跑 她都可能 未必會有一個 很完美的婚姻 因為她本身的命格 就是缺了一種悟行 我剛才也講過 改一個名字來講 是可以彌補她先天的不足 後天補救 等於一件事 你本身可能不是一個 先天的八字 不是一個讀書的材料 但如果你加配後天 加配努力 我相信 一樣是會成功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原來後天的幫助 是非常之大的 改名就是一種靈動力 我又可以講一下 其實改名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等於一件事 我用顏色去比喻 顏色有不同的顏色 它都會有不同的發揮能量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有紅色 粉紅色 橙色 紫色 黃色 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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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色等等 我想問 是不是每個人穿 這種顏色都好看呢 顏色是帶動個人的氣氛 活力 精神 所以某些人穿了那種顏色 他會特別 可能會突顯到那種氣氛 但是有些人穿了某些顏色 總是穿的也不好看 但是顏色當然 當然 因為人看到你的氣氛 帶動不到那種顏色 他就會告訴你 或者甚至你會知道 但是在名字來說 如果我自己用錯了一個名字 其實等於跟顏色一樣 我用錯了一個顏色 我是不會知道的 那你就要相信 要找一些專家 去跟你分析 究竟那八字五行結構 出現了什麼問題 他本身的掛像 會不會在先天缺乏了一種五行的元素 去彌補他的不足 原來 在名字來說 我們是不是有三個字 基本上我們會有三個字 當然 當然 聖事根據父母祖上 有個中間一字 有最後一字 我們簡稱叫做天地人三才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地人三才 原來中間一隻字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中間一隻字是人生的中年運 你所有賺錢賺老婆 生兒育女 成不成功 都好看中間一隻字 你順不順利 中間一隻字 會牽帶著下面的 所以你先天中間一隻字 連貫著下面一隻字 這兩隻字都會產生一種氣場 好了 藝人彭迪安 原來在他的命格當中 是土極之旺 名字 他本身的掛名字 也是火土極旺 原來在他的結構上 兩者極旺 就是令到他整個八字 雪上加霜 原來在他的結構來說 水是極之需要滋潤 第二樣東西 原來水就是他本身的 夫妻感情位 好了 他自從改了這個 彭迪安之後 整個名字就會 他改變了 因為原來在他的名字 五行的結構 除了壞字 是一個五行屬水 整個名字的掛象 都轉成金水雙生 整個掛名 原本來講 舊名就叫做地宅林 新名改了之後 就叫做水宅節 原來在整個結構當中 水宅節會引動了 多一點就是貴人星出現 所以他結婚之後 人緣貴人星絕對有提升的作用 當然 對他的工作事業方面 都一定會越做越好